阿翹 阿翹, 我以為有你就撐住 我開他之手 阿翹, 但其實我真的很害怕 我還是不想面對 不想去坐牢 不想臨老不過一輩子 你和妹妹真的很生性 我也沒有什麼遺憾 爸爸拜託你, 我好照顧妹妹 希望下一輩子 我們真的可以做一對真正的父子 阿翹, 爸爸知道你很捨得我 我也很開心有你這個女兒 希望下輩子我們再見 你要記得一個很開心心活下去 如果沒有新的發現 這宗案件會當自殺處理 阿翹, 這裡是死者的遺物 麻煩你們簽收 謝謝 這房間你們可以再用一會兒 隨時都可以就行了 阿翹, 你不要碰我, 爸爸 你不要碰我, 你不要碰我 對不起 不要跟我說對不起 爸爸拿了錢是他用的 但他有沒有害人的 為何你要逼他自首 為何你要逼死他, 為何? 現在他死了 他死了什麼都還了, 你滿意吧 對不起 給我那把握 你給我那把握… 對不起 給我那把握… 別再跟隨了, 我的士快跪 是 誰說我跟著?我來看日落而已 小時候,我老爸和我媽 經常帶我們來的婦子 到我爸爸收養了我之後 他都有整大門來 我們還覺得很開心 今天天氣多好 好,為什麼不開心? 媽媽,這麼久都還沒到 起初我不明白 為什麼他經常帶我到這裡 是嗎? 但是後來我還知道 原來他是給我機會在這裡撞返 雖然每一次我都失望以為 但是我很珍惜和我爸在這裡 一起放風箏 我們在這裡玩得很開心 他收養了我 我,他當我親生兒子那樣 公書教學 給了我一個很幸福的家 讓我可以忘記以前的爸爸 和我媽媽的事 他今天為我… 為我付出了這麼多 我已經沒想過他的感受 是我逼他去自首 是我逼他 是我弄成他這樣 你別這麼自責 你也想不到結果就是這樣 你只不過是憑良心做了一個決定 你沒有錯的 不停先生情人 上龍 香再召授 請上香 你肚子餓了,我下定就給你吃 爸爸, 收拾了 這位在哪裡? 我已經租了地址 我收拾了, 以後妹妹回來 妹妹, 我知道你生氣阿哥 但是這裡是你家 這裡不是我家, 我跟你不同姓 爸爸才是我家人 你別這樣 爸爸生前叫我好地照顧你 就是不想見你… 你別再跟我說爸爸 爸爸幾十年來在照顧媽媽 媽媽死了之後照顧我 照顧我家 他退休不久, 清覆還沒響 你就逼死了他 我現在看也不想看到你 我怎麼跟你住 我以後都不會原諒你 為何? Bang呢?去了用銀行嗎 philos 對 有沒有見過他? 沒有 臭小子,上來開會 低男生 放心吧,我不會因為心情影響到工作 謝謝你 我關心的不是工作 我關心的是你 真的打算不回家? 那裡不是我的家 現在開始,這裡才是我家 好,那我們一起努力吧 只要一天這裡不倒閉 這裡一天都是你家 好,過來吧,我買了東西給你 你一個女生襯衣服 有全身的,方便很多 還有這裡 你這麼喜歡扮靚 我先把梳妝袋放給你 在裡面,過來 女生的東西很多,加上架子 你的洗頭水會發掃無路 放在這裡就可以了 在這裡 我清空了 那你的護膚品就可以放在這裡 好,謝謝你 謝謝你,一直在我身邊 謝謝你,一直在我身邊 傻丫頭,只是好小事而已 好嗎? 上來幹什麼? 阿姨,你也在這裡嗎? 那些眼神很尷尬,好像有些東西 給你的 幹嘛給我二十萬? 這是監製費 如資給你的上期 什麼?監製是你的 那個飛哥 他找我做電影的監製不僅 又要我管理外面的賭場 我也知道我可以 但我分身不了 所以你就最好 你來做監製,你做抓職人 我只是想當導演而已 阿伯,Ben 當然不是 監製是管理了所有的東西 看完所有的帳 當然要自己人來做 還有,以後套藝要收得的話 監製有錢分的嘛 看著找境,試搭你 找什麼境這麼惆悵? 麻雀館,問境也不肯借 你又不是不知道你爸爸做什麼? 麻雀館是嗎?是壞事 不好意思,借你的牆來拍戲 令你沒生意做又要蝕恥 不過獨耳哥,你今時今的人這麼磊氣 怎麼也不會收這些細節的錢 只是生肢,大哥吩咐了 我一定很好地招待你 這樣吧,我豪還給你 我們拆黃泉,加一場監獄器 你貼一隻假意上去再咬掉它 方便得不得了 天哥跟我開玩笑關你什麼事? 別開玩笑 小哥哥,收到,我馬上去處理 那,獨耳 我先走了,如果我兒子看適合什麼 麻煩獨耳哥來招呼一下他 不鬆了 兒子,我先走了 你看適合什麼,儘管跟獨耳哥說 搞定就自己閃閃了 好,沒有 大導演,過來 怎麼說導演我? 你爸爸叫我好這麼招呼你 整個場,到處都不行 那邊的客廳,兩瓶一小時 你拍攝要人嘛,我很多,一瓶一瓶 我爸爸說不收錢 你耳朵是不是有事? 你爸爸叫我不要收,禁時 先別說這麼多了 你爸爸,你現在在看妨礙我做生意 先算了這筆線 不要跟他爭論,我們走吧 我們現在走不妨礙你做生意 要錢給我爸爸收 來 走 別走… 你爸爸,你爸爸叫我好好招呼你 你打破我的事,我怎麼做生意 放下五十萬吧,不然不用出門 你只是明白我一個,我沒錢賠的 沒錢?放下耳朵吧 停手 放下我 你是不是想我把你的耳朵割出來 就讓你叫做冒異 我和你一起玩玩而已 你和我的兒子玩? 你和我葉少爺的兒子玩,好玩嗎? 但我告訴你,我不是開玩笑的 你再接近,我拿一瓶NK來掃掉 我不死不爭氣,你想清楚 我不死不爭氣,我帶你吃牛空氣 剛才那傢伙躺在地上沒有反應 會不會出事? 他剛才欺負你 你不是躺下腦子吧? 你還關心他? 如果他死了,你會被人逼回去坐牢 你不怕嗎? 我告訴你,兒子 你這一輩子不停地被人欺負 那你就真的害怕了 我記得我小時候被人遺,打得我混蛋 頭破血流,嬌天不應,嬌地不敏 那時候我真的很害怕 但後來我發覺怕就沒了 你越害怕,那些混蛋就越嚇你 你爸爸我葉兆天之所以能夠抹甲 不到到今天 就是因為我夠狠、夠狠、夠辣 現在不是以前這樣了 現在跟以前不是一嬌樣 你沒有爸爸就被人欺負了 你說不到事,就寧願不要混蛋 就是剛才這樣而已 不然爸爸我幫你 你耳朵一早就被人割了 你不用擔心吧? 未來你的日子,你爸爸我一定撐你 你好好地把這個茶王煮炮好他 那這條水就長穩長入 在未來的日子裡 你像你爸爸那樣,橫行走,喝 你喝過一點也不是吧? 你像Lulu一樣,你勉強一點,麻煩你 來吧,來吧 Ivan,Ivan,你沒事吧 你先坐下,小心 但為甚麼你不吃解酒丸 還喝得那麼醉 他焗我喝 我終於知道 葉兆天是多麼狼死和暴力 他這裡差點殺人,那頭大雨大浴 我終於明白 姐姐為何這麼害怕他 他不是人 不如這樣吧,不要再查了 如果他突然發現甚麼 他不會想你是否他的兒子 他現在很相信我 他覺得能控制我 現在是最好的機會 會不會把他承認殺了姐夫 我明白,但是… 我知道很危險的 如果你想退出的話… 你不是現在才跟我說這些話嗎 我們說過要共同進退 無論如何,我都會支持你的 Hailey 謝謝你 放心吧 無論如何,我都會一直在你身邊 好,我答應你做監製 天哥,Ben來了 還叫Ben?叫Ben哥吧 他現在天天開著跑車 Ben哥 我去找人幫你洗車 我先去洗車 是,沒有天哥你射著我 我Ben哥哪有今天 你看這幅畫,可以嗎 漂亮 但畫這些我不是很懂的 天哥你選擇的,一定是好東西 我懂得鐵嗎 這幅畫我在拍萬可買回來的 不是很貴的,300萬 300萬這麼貴? 那肯定是有來頭的 天哥,你放在你的豪宅上 一定夠氣勢 這個是拿來報電影製作費的 知道了 那這張單和之前的器材的單 是否都是找你簽的? 不是找我簽的 Ethan是監製嘛,你找他簽吧 Ethan簽?他終於開竅了? 他是我兒子,到他不開竅了 總之你找他簽吧,來,這單在這裡 好,我懂得怎麼做 乾杯 乾杯,天哥 沒事,就算他出現,我也不會害怕他 媽媽,我換好衣服就下水了 好,放下點東西 對,用大腿的力量,少許小腿的力量 大力一點 對,很厲害 放過去 很厲害,踢得很好 不過差不多了,放下休息吧 媽媽,我想游去那裡 那裡很深水 行了,我想游去踢水而已 媽媽,你看,沒事的 小心點 女兒真的越來越像我 搞得不錯 怎麼了?不怕我嗎? 你覺得我會怕你嗎? 媽媽,現在我水都敢游泳 是我舊式的女兒游泳 你走開,我一定克服得我 你走開 好啊,反正在下面也很悶 就找個女兒來回我 小姐,你幫我嗎? 你幫我嗎? 萌萌,你沒事吧? 沒事 小姐,你呢? 沒事,謝謝 晴晴,你沒事吧? 游完水回來了? 是呀,奶奶 今天游得開心嗎? 怎麼會這樣? 看哪兒不舒服?有沒有弄傷 可能剛才練習太累了,上房休息一下沒事 你沒事吧? 晴晴,對不起,剛才媽媽不是故意弄傷你嗎? 不是,其實我剛才可以自己游到的 為什麼你要這麼大力氣著我? 剛才我看見你的浮板脫了手 我一時緊張,大力了而已 我怕你會被浸倒 照直說的 媽媽,你怎麼怪怪的? 你又說什麼? 晴晴,其實媽媽最近的精神有點差 剛才我在水底那裡 好像看到有一隻水鬼 才這麼急,趕快去救你 不用怕,沒事的 但是你千萬不要跟其他人說 特別是媽媽,我不想讓你擔心 知道 好了,出去一整天街,逼你換衣服吧 我穿一條毛巾給你抹臉,好嗎? 你避不掉了 跟女兒說,說你見到我嘛 裝不聽見嗎? 女兒是你弄傷的 終於有一天,不用我出手 她也會被你害死 晴晴,可以了 我自己來就行了 晴晴真的很乖 我知道很快會下來陪我 不要碰她 你幹什麼?你又見到什麼奇怪的事? 不是,女兒 我眼睏了,我想先睡一會 你先出去吧 晴晴,不是,你… 晴晴 你好,Luna 有沒有時間出去見面? 你看 晴晴,我剛才在網上看了一條影片 我想是角度問題而已 可能我剛才太緊張 所以大力地哭著晴晴,沒事的 聽你這麼說,我就放心很多了 最近睡得好嗎? 不錯,是不妨礙有點失眠 有時會在夢裡見到Mike 那還沒有保持著覆診? 有,有 不過病情反反覆覆當然有 不用擔心,有事我自己最清楚 你這樣弄得我更大壓力 我也很久沒見過晴晴 不如找東西帶出來 大家一起吃一頓飯吧 好啊 好啊 你看你契佳佬多麼緊張 為何不坦白地跟她說 她不是最清楚你,最明白你嗎 連她也要隱瞞? 你應該把你最真實、最黑暗的 拿出來給她看 沒事吧 你是不是留下電話了? 謝謝 好,謝謝 我相信是因為你經歷過 一陣子在外地放鬆壓力之後 回來實際生活 所有壓力都湧出來了 大哥出現了強烈的回彈反應 令你的幻覺變得更加激烈 既然你覺得這個幻覺會跟你有拉扯 影響你正常生活 我嘗試加重抗益骨藥的份量 另外我換個重點的安眠藥給你 讓你好睡點,多點休息 有時間的,做口運動 讓腦子製造多點腦內啡 對你的病情也會有幫助 張心如小姐可以過來拿藥了 謝謝姑娘 是,也要跟你說一聲吧 醫生替你換了一種安眠藥 跟之前不同 吃了之後就記住不要開車 不要喝酒 我行了,謝謝你,姑娘 醫生跟我說了 我趕著接你去放學 好 小姐 好 劉青 怎麼樣?累不累? 不如這樣吧,我們回家之前 我們去吃雪糕和夾娃娃一放鬆 再回去, 好嗎? 我幫你 我自己來就行了 究竟是不是在跟Mai說話? 你怎麼會這樣呢? 聲音放得這麼大, 也看不到 究竟Luna在說什麼? 她的樣子這麼激動 她不像是怕, 還好像在罵阿Mike 對她的神情, 她應該在罵阿Mike 又或者她擺脫不了阿Mike的幻覺 所以這麼生氣 但我從來沒見過她這麼餓的樣子 她好像變成另一個人 Rey Luna, 坐不坐你? 有些事想約她出來跟你談談 有空嗎? 不好意思, 我現在跟晴晴去吃雪糕 我遲些再打給你 好啊 再見 Luna… 靜山在哪裡? 先生, 請問問哪位? 是, 姑娘 我想問一位女士 她應該剛剛入院的 她名叫張心月 好, 她是什麼事進來的? 應該是交通意外 是 我替你檢查一下 謝謝 雷叔叔 晴晴 你們是否遇到交通意外? 她不遇到媽媽呢?現在怎麼樣? 媽媽在裡面在檢查 醫生說我沒什麼事, 叫我在這裡等她 不用怕 雷叔叔坐在這裡陪你等媽媽出來, 好嗎? 媽媽, 你吃不吃糖?我去吃一顆糖 來 小時候跟你媽媽認識的時候 你媽媽也是請我吃這種糖 因為那時候我又是很害怕 還害怕得蠟燭 但是你媽媽跟我說 吃完之後就沒那麼害怕 我當然不相信, 吃一顆糖會不害怕 我怎麼知道吃完之後真的好很多 你試試看 媽媽之前也有跟我說 我們去游學的時候 她也有說很多關於你們的事 她還說你們是很好的朋友 你知道就好了 看你這麼乖, 我看看還好嗎 我還給你一顆, 帶著起來 有什麼事, 關掉它就不會有盤 不過記住, 睡覺之前真的不可以吃 這樣就會蛀芽, 知道嗎? 嗯 靜靜好像還有一些不太開心, 是嗎 有什麼不開心?可不可以告訴我 媽媽最近有點怪, 我很害怕 什麼時候開始有點怪? 之前我跟媽媽去旅行的時候 她也很開心 直至… 直至表姨婆在土耳其寄了手信 反而她就開始有點不同了 這些是土耳其寄給我們的手信 不如讓我拿去掛起她吧 好 土耳其? 你媽媽也很喜歡去土耳其 我知道你媽媽和爸爸 都在土耳其寄蜜月 那我告訴你 你知道表姨婆寄了什麼法來嗎? 都是軟堂和毛花果 媽媽問過媽媽 之前關於她們去動蜜月的事 是呀, 她提起說上次你和阿賢 Honey去土耳其探望她 不過你們沒去 說阿賢進了醫院 又沒聽你提起, 阿賢什麼事? 是呀, 那次我媽媽的水腿不服 有點肚子 我看這麼小事, 沒特別提 你媽媽提完他們去動蜜月之後 你媽媽就不動蜜月之後就有點怪 我很想念爸爸, 很想學爸爸 但是媽媽好像不太開心 不喜歡我, 想念爸爸 女兒, 為什麼你會在我這邊? 因為我的瘦口水都用不完 所以我就用爸爸的那種 你這瓶薄荷味太厲害了, 別用 我覺得很清心, 你給我吧 我因為想參加水運會 想學游泳 但是媽媽好像不太想教我 你會游泳的嘛, 你教我便可以 我覺得媽媽其實不想教我 不過她最後答應了我 我最初也游得很好, 還可以抱著一塊浮板游泳 但是我游泳一下, 一塊浮板游泳滲 我就游了蓋汁 但是不知為什麼媽媽突然游過來 困住我的頸子 令我差點呼吸不到 可能是你媽媽害怕你浮傷 所以你不用怕, 她想救你 所以你只是太力氣了 不只, 我一直都不敢說 當時媽媽困住我的時候 好像不知在我跟誰說話 她很生氣, 好像變成另一個人 你別逼我 不要害怕, 別害怕 媽媽之後也有跟我說 她說看到有隻水鬼拉我下水 所以就過來, 扯我回去 但不知道這隻水鬼還有什麼 那麼活該 媽媽叫我不要跟別人說 她跟我說的時候 好像看到有隻水鬼 她還很生氣地罵走她 我很害怕, 不知道為什麼她會變成這樣 不用怕, 清醒, 不用怕 你媽媽也… 最近有跟我說她不是很舒服 她可能因為太緊張才會這樣 不用怕, 知道嗎?沒事的 電腦掃描顯示沒什麼大礙 可以隨時走 謝謝你, 醫生 別客氣 Ray Ray, 為什麼你在這裡? 是呀, 剛才我跟她聊聊電話 突然等大喊 我想你遇到交通意外 你沒事吧? 沒有, 嚇倒了一點而已 剛才一時之間失魂 不小心吃錯的安眠藥 沒事, 我以後會小心點了 我載你們回去 不用, 我精神還可以 可以載女兒回去 不用你走來走去吧 你真的可以嗎? 可以, 謝謝你, 陪晴晴 不用 晴晴, 走吧 和叔叔說再見 再見 再見 Luna跟晴晴說見到水鬼 但她不想在女兒面前說那個就是Mike 但為什麼她說要老公該死呢? 最慘的是那個二萬武夏文 一百多個碟子在家裡也不知道怎麼辦 扔吧, 就怕晴晴不開心 不…不扔, 不想對著她 當時我還以為她很討厭她婆婆這樣對她 原來是我一直誤會 其實她最討厭的人是Mike 所以她才不想對著Dee 為什麼無緣無故撞車? 你們沒事吧? 我沒事, 媽媽 沒有, 我一遲散不切就是興奮一點點 晴晴查過也沒事吧?是我遇見了 你有沒有嚇倒? 告訴媽媽, 為什麼會遇見? 晴晴, 剛才我開車回來的時候 你不是在我醫院等了很久很累嗎? 上去休息一下 阿Mita 是 帶晴姐上去換衣服吧, 休息一下 你等一會兒, 我有事要問你 剛才我表妹在土耳其打電話過來 說我為什麼不找她? 你不是幫我發了電郵過去 說她沒有回覆嗎? 我剛剛才知道原來她搬了新屋 她說沒有收過電郵 但是她說給了新屋的電話來 為什麼你不告訴我? 當然是我最近多事搞 一時分心忘記了, 不好意思, 奶奶 你不說也算了 你平日做事很有條理, 很細心 你以前是護士, 一向都很小心 沒理由車女兒會這麼大意撞車 是不是有什麼事? 不是, 我昨天睡得不太好 一時之間就失神了 看不到前面出車, 放心吧, 沒事的 是不是真的睡得不好這麼簡單? 奶奶, 你想說什麼? 阿鳳給我看了網上的影片 我也覺得奇怪 那天你們游完水回來 晴晴臉變青青 原來這麼大事也不告訴我 我也覺得你最近好像有點不妥了 究竟發生什麼事? 沒有, 那天我看到晴晴 抱著浮板滑走了 我怕她會浸傷 一時緊張把頭拉了她上水 你不用管網上的人說這些話 她們只是胡說而已 為什麼你不肯開心、見誠說清楚呢? 你是不是有事瞞著我 不想讓我知道? 你說吧, 說吧, 我會明白的 你… 其實我今天弄了這麼久 有點累了 我想上房間休息一下 洗澡, 再說吧 阿Rae, 你說Urgent在土耳其 發送來的那份文件, 到了 謝謝你, Candice Osman, 收到你幾個留的醫療報告了 好, 很快就搜尋一下 不用客氣, 你托KM來找我 大家香港人, 當然要放手 還是原本的本文件 對, 那時回紅花城醫院 還沒電腦化 他們免得浪費人手 把過期報告進電腦 又不想保持舊記錄 不然整份給了我 只有一份, 你小心保持好了 謝謝你 小意思, 你這個案子 如果還有什麼土耳其的資料要找 儘管開箱找我吧 辛苦了, 阿惠 好, 那就聯絡吧 打算聽醫生說做我的運動 還有什麼辦法都沒有了 不行的 你做過的事永遠都洗不掉 遲早也會有人知道 阿Mike在泳池遇歩的原因 是因為他食物過敏症發作 在劇烈運動的時候令他休閒 他的指吻緣是番紅花 我沒有記錯, 阿Mike當日的驗屍報告 說餵裡面食物的殘餘物 是有番紅花成分 阿Mike死的原因 很可能是跟上次土耳其發病一樣 是由食物肯地引起 他因為吃了番紅花 然後再做劇烈運動 令他游泳當時憂黑如靈 Luna沒有理由不知道這件事 但是他一直都沒有跟我說過 究竟他還隱瞞多少事 走啊, 你以為你能跑掉了嗎 你不要再跟著我了 你逼我也沒用, 走啊 八方 你以為你給我三千萬 媽媽做個好媳婦 在你女兒面前做個好媽媽有用嗎 你做這麼多壞事 她喜歡一天會知道的 她會恨你一輩子的 你走啊, 你別再纏著我, 走啊 走啊 你在這裡殺死我吧 我要你下來陪我 我要你還是在這裡死的 是呀, 是我殺死你 那你怎麼會讓我死你才心擠不擠 我肚子還不錯 我肚子還不知道 小朋友是我呀 在這裡死我了 我肚子還不錯 我肚子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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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